最近很多人很愛在比一下 這個郵遊卡最近來在掃這個無現金的生活價位 最近是結合這個代表市大東大學 跟這個政經商款23間點機 來推出郵台風行 希望高雷學生兒子來用這個郵遊卡消費 你知道嗎?現在逛商圈可以不用帶錢包 只要一張郵遊卡就可以囉 特所在都可以用郵遊卡 為了塞在地下無現金生活款 拿學生成就能夠入錢 顧郵遊費 使用錢包包就是要帶大皮夾跟一堆零錢出門 這樣很重 就是很麻煩 那如果帶郵卡的話就是比較輕便 為什麼郵卡的來自行的郵遊卡會進場 會啊 會啊 有些人會覺得這邊很方便 他們業績進場大概有多少嗎? 沒有仔細算也許10%吧 有些大學跟附近的店家合作 就是要搶這個郵遊卡 也是為了他們用很多對手 很像提高雄一卡通現在各郵遊卡一樣 除了坐接吻代替高鐵跟公車客運 還可以在朝鮮買東西 尚心的要求Apple Pay 只要60APP 也可以在很多店家 動作電子錢包在用 現在面臨這個多卡的競爭 那我們採取的就是一個差異化的競爭策略 讓地方的經濟能夠跟在地的這些社區 能夠有更深的結合 不過也有些問題 陳情店家必須要自己提供網路聯繫 有些入口的關係受現金 要大大提款使用範圍 就要看郵遊卡公司如何打拼囉 民視參訟學部都 民視參訟學部都